- 歡迎到Z2U.com 享受安全便宜又可靠的遊戲幣交易平台 因為上面都是真實的賣家 所以相當推薦給有需要MT或是VC的玩家喔 哈囉 你好 我是諾騷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慶幸我們這個Myteam模式 那接著今天的卡片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收藏獎勵卡版本的這個Devain Weight 那這樣卡片的話是必須你在收集整個Myteam模式裡面 總共2800張卡片 才有辦法兌換出這一張Devain Weight 那我個人認為這張Devain Weight的話 他的這個投射的這個姿勢呢 以及他的這個投射速度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那除此之外幾乎全99的一個頂級能力的話 也是讓這張卡片直到現在 此時此刻都不算是一張過時的卡片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給各位看看 這個Devain Weight整體的這個能力吧 好 身高部分的話是193公分 那這邊幾乎可以看到全部都是99平分的一個能力 那這邊除了包含可能力量啊 或者是那一種就是貝藍單打能力比較偏平弱之外 那其他地方全部都是99平分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的話本身算是一個非常頂級的一張卡片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徽章部分的話 總共有這個59個名單徽章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想像得到所有包含的十美分 包含了這個可能防守包含的徽章 包含了這個切入終結能力的徽章 包含這個所有的投射徽章 基本上應該都算是有的 那這邊的話可能比較沒有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在於說藍板獵手啊 或者是可能掩護高手這類比較偏近區的徽章 他沒有之外 其他的徽章他基本上都有了 好 熱區部分呢是全熱區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球員本身這個投籃的姿勢 好 這個投籃的這個動作的話算是非常非常 算是蠻好投的 因為這個速度很快 然後並且投籃的這個 感覺也是很好的 他大概有一個點 你大概知道什麼時候要投一個三分 就可以有機會率 還不錯 他這個投籃的姿勢 只是有一個比較可惜的部分 就是因為這個球員本身 他這個身高比較偏矮 這邊只有193公分 比Michael Jordan包含 Coby Bryant的這個身高的話 都相對起來比較偏小之一點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 你可能要盡量讓他多跑一些戰術 或者是 自己製造出一個空檔 擋拆之後 然後直接出一個空檔 這是他比較適合的一個打法 他比較不適合做 直接那一種拉起來三分 這比較不適合他的打法 好 這邊來看一下這個球員本身這個灌籃姿勢 哇 不愧是這個封面人物 這個封面人物這個灌籃姿勢也是 360度 可以 好 來看一下這個球員比較偏平弱的這個 被兩後腦跳投 還行 他這個投射速度的話算是偏快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給各位看 這個敵人物來選什麼的表現吧 好了 看今天對方陣容啊 好 對方囉 哇 對方二號用Yans and the Combo 哇 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不敢保證我自己打得贏對面 欸 對面是用這個 中華台北的這個 這個旗子啊 搞不好他應該是個台灣人 好 那我們這邊比賽的話就竟然開始囉 來吧來吧來吧 好 對方先跳球 歡迎志祖哥 這邊有沒有要守得到嗎 三分再一顆 小好球 OK 欸 這個一個超解 好 那這邊先還給敵人衛德 萬一三分球直接拔起來一個三球 這叫出手好球可以 那球很病 這邊 啊 可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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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這邊守到好球 所以衛德這邊拉出來 三分球出手這球 啊 可惜沒有進 哇 他果然身高會被其他人壓制啊 好 這邊來看一下敵人衛德 這球 啊 被火鍋 可惡啊 這門歌還是很高的 好 你來punchify 我也來punchify 三分球說這球有機會嗎 好球 命中 哇 對面現在一顆三分球都沒有啊 對面很難受啊 現在還在適應那個延遲啊 所以目前戰績可能會還好一點 好球 直接一個上面就拔起來 先揮一個低架喔 這邊字母哥沒有守到 這邊再一顆 球沒有進 那些籃板 啊 可惡 這邊進去裡面選擇 上去 那些籃板 點位的中距離 這球好球 主要是字母哥打二號位這個點位 實在是讓我有點難受啊 剛剛對方守著我的時候我就很難有辦法點過對面 這邊守很緊 這邊直接一個超解 可以 點位的這邊拉回來 那邊拔起來 這球還是被守到了 哇 來 這邊外線拉出來 三分球 點位的這邊三分球 球好球 可以 好 這邊守到 來下籃板 我們先給Dewon Wade 這邊再一個三分球 好球 再一顆 哇 這邊直接跳啦 好爽啊 好 那我們等一下的話 就給各位看這個Dewon Wade 在延遲的情況下的話 他可以多加多少的分數吧 我們來看今天對方的陣容啊 好 對方的話 今天這個 Derek Rose Klay Thompson Qua Laner 然後 Haze 以及這個Bobo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Dewon Wade 應該是可以頂得過Klay Thompson 就是我個人的感覺 好 我們先跳過對手了 好 沒問題 來這個情況下的話 先感受一下 用戰術叫起來的感覺 甜蜜的 戰術叫出去之後 一個三分球出手 有機會嗎 這球進 好球 可以 就進去裡面 這個中距跳投 好 切入 電步電步 選擇上去 好球 WOW 在Bobo面前 還是可以直接選擇上籃 這張卡片的好處就是在 他這個閃電俠的稱號 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好 非法掩護 非法掩護 我現在其實蠻少看到 Jimmer這張卡片 因為 Jimmer這張卡片 已經算是有段時間了 但是不然 Derek Rose這張卡片 也已經算是 一段時間之後的事情了 三分球出了 再一顆 有機會嗎 這球進 好球 哇 難怪我看大家 Dewon Wade的飄來飄去的 哇 這張卡片也真的是蠻神的 好 來看一下 Derek Rose 這邊 這邊 再給到快 快這邊 直接 抄解 可以可以 這邊球給到 Dewon Wade的 Dewon Wade的進去 裡面選擇 上去 這邊也有個犯規 可惜沒有要M1 這邊切入進去裡面 D腳 拿起來 Dewon Wade的 打開一個三分球 這球出手 這球進了好球 哇 連續三顆三分球 D腳 Pogasso 這邊再給到是外線 Derek Rose 好 來看一下 哇 好球 哇 這邊 這個Green直接傳到是 這個Chris Paul的身上 原位的球進去裡面 選擇 灌籃 直接隔扣 還敢頂啊 Sherkyo牛在裡面 你還敢頂啊 球 墊布 墊布 選擇 灌籃 哇 還可以在空中拉桿耶 哇 還敢上來啊 這個球拿下來 有 有 有嗎 這就進了好球 哇 這張卡已經變得跟鬼一樣了 哇 今天只Lost掉一顆三分球耶 打回來一個三分球 直接出手 綠大好球 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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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球 這張卡片 時是今日 從NBA2K20 買T模式出的第一天就有這張卡片 到現在目前為止 都沒有辦法有任何一張卡片 比這張卡片更好投 你知道嗎 這張卡片真的是很完美啊 我們三分球出手 有綠球 綠的好球 哇 第一節25分砍起來 最兇耶 包夾之後 Android給打打外線 這球拿下來 最後的一點載智能力 這是我最後的載智能力啦 綠大 Bounce 好球 我今天已經砍一下28分了 第一節 這第一節而已耶 我跟妳講我是對面我已經哭出來了 我是對面我已經射了 1.8秒 來不及啦 目前為止是28比11 休息一下馬上 回來 好點位的 一個暈頭三分九直接拔起來 直接 蛤 蛤 蛤 這樣還能進 欸我想不到啊 我真的沒想到耶 我跟各位講啊 你們在你們的替補 最後面三張卡 直接放同卡 你真的很容易就匹配到那種 就是像他起來比較 呃 沒有這麼強的對手啊 讓你玩起來 無論是在玩十二連勝 無論是在玩什麼模式啊 你都會覺得像他起來特別的舒服啊 現在機器裡面選擇 上去 好球 速度很快 永威德三分球出手 追求 可惜沒進 後面真的體力有差啊 前面真的是可以隨便投隨便進啊 好 永威德前進去選擇掛藍 哎呀 這邊前面有這個啊 阿龍左啊 三分球出喔 有機會嗎 三分球出喔 有機會嗎 追求進 好球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球 這邊 這邊切進來 關籃 好球 哎呀這樣能扣飛 拿下籃板 三分球出 有機會嗎 進來的好球 哇 這邊外線直接出手 這邊 選了一圈 再回給 永威德一個三分球出手 再一顆 這就好球 他真的就好頭都不行你知道嗎 而且我玩PS4的線上模式我是用那個WIFI來連啊 我是頂著那個岩子來投 他還可以隨便投隨便進耶 你就知道這張卡片多噁心啊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這個三分球 十四頭九中啊 已經在所有三分球裡面算是可以排名前幾名的啊 就是在投射方面的感覺啊 這邊拿下 哎呀 底角這邊 完全收死 拿下籃板 這邊球給敵恩威德 敵恩威德這邊可以 進去裡面 灌籃 開啟載次能力 我現在就一直在懷疑一件事情了 我是唸敵恩威德才是對的還是 唸敵恩威德 還是怎麼樣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正念敵恩威德 如果我唸錯的話真的麻煩糾正我一下 我可能一直以來都是唸錯的啊 所以你們可能要稍微跟我講一下 這邊三分球 進嘛 哎呀 有沒有進 目前半截結束已經快要得下這個50分了耶 等到啦 目前的話是7比22休息一下馬上 回來 阿登 這邊面對 進去給 小球 好球 好 這邊給到的是 詹姆斯哈德恩這球 進了好球 哇62%這球 用彈的彈進去了 好 有外線 底恩威德這球 這隻球沒有進 哎呀後面體力已經不行了 好這個 底恩威德這球進好球 哇 龍龍3阿真的是很棒 這邊拉出來 三分球出手有機會綠的好球 可以可以可以 後面有一點延遲阿真的 拉出來一個三分球出手 這球 哎呀 我剛剛看他動作我有為進了 這個轉身 火鍋蓋過去 再給第一腳 Andro葛達拉這球好球 喔 噢剛剛那個延遲感你看到沒有 那個超扯的延遲感 我剛剛看不懂你知道嗎 我看我下次拍片我還是得 那個連有線網路阿 要不然那個延遲感太嚴重了 有時候 有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投 我每次發一個指令我大概需要 大概一秒鐘左右我才有辦法 進行那個行為阿 好 我覺得現在這樣好了 既然有延遲那我乾脆就頂著延遲 然後進去灌籃好了 這可能是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好 Hace這邊 這球三分球 沒有進 來來來這邊先給 有延遲怎麼辦 進去灌籃就可以不用延遲阿 沒問題 第三節我基本上沒什麼 得太多分數阿 得一個三分球阿 好 這邊底腳拉進去 再給進去裡面上來好球 他真的是閃電第一步的這個 最佳代言人 他今天牽進去的感覺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超劫 拿下 有前場 進去 直接一個反手爆扣 這邊一個超劫 來現在第三節的16秒 來看一下一個三分球有辦法進 那個延遲感實在是太誇張了 你剛剛看到那條線有沒有 他直接拉到那個 那個不知道什麼地方了 這個情況下真的很難受阿 綠的好球 可以阿 還是能試按那頭的 哇這個延遲感真的是難受 好目前的話是63比36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因為我想試看看用這個網路延遲頂著對面頭 看看有沒有辦法打進去阿 結果事實上好像是 可以阿 只是有時候他會不穩 我覺得延遲歸延遲阿 穩不穩那是兩回事阿 如果他不穩的話反而會比較讓你拿你捉摸阿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好這邊 轉身 這個有鎖到哪下籃板 底文威的這邊再開啟載字能力 噢乾這個延遲 我操你阿嬤 出手 綠的可以 我剛剛被他延遲嚇到你知道嗎 嚇死我了 哇他真的是可以頂著延遲射的男人耶 好爽 好相場來 這球出手有沒有進 進你的好球 我跟你講這把 這把後面越來越穩阿 我現在體會到 怎麼在延遲裡面生存了你知道嗎 啊超級 灌籃 360度 來來來來 後面快來那 哇這個大電波直接切進去上籃欸 帥 來 先給小Q喔 再回給敵人威的 威士們兩分 進好球 三分球出手 沒有守到 啊這球可惜沒有進 頂著延遲是真的難受阿 來 拜託 進好球 哇空心入網 今天我真的 不常用戰術阿 偶爾用一下而已阿 切入進去那邊選擇 灌籃 可以可以可以 我在這個情況下 我還有辦法接近六層 我已經很盡力阿 真的阿 進去裡面 灌籃 欸這邊是直接守到 來 迪恩威的 頂著延遲 三分球 上阿 哇阿 一身奧特阿 難受 超級 再來再來再來 還有機會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哇這個延遲到底是怎樣阿 阿 阿 沒有辦法八十分阿 真的嗎 我還是得試試看阿 今天能八十分就八十分阿 這邊底角這一顆沒有進 哇 兩人爆甲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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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沒有辦法八十分阿 我好難受阿 阿 最後的話是八十一比四十阿 那我們最後讓迪恩威德得下七十七分阿 後面幾乎本上就變得怎麼投怎麼就不進阿 這個就很難受阿 如果假設今天阿 今天我不是在延遲的情況下來玩這場的話 我今天大概得個一百分都沒有問題阿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阿 因為他的投籃的速度跟他的投籃的方式是真的非常好用 好啦 那今天在最後的話 我們前面真的都投得很好 今天第一節在前面的話 二十八分阿 這個九投六中的三分球阿 第二節的話火力就沒那麼猛阿 變成七投三中阿 還可以阿 第三節的話開始慢慢延遲感慢慢增加啦 然後變成九投二中 然後到了第四節阿 我基本上就是怎麼投怎麼不進阿 我就越來越難受阿 但是我只能跟各位講 這張卡片真的非常非常神阿 今天如果秉除掉網路延遲這件事情的話 本身他的那個三分球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投籃到出手大概只需要一秒不到的時間阿 所以這張卡片 他的那個跳投的速度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而當然這邊唯一的缺點就是在於說 他非常非常容易受到干擾 就是在於他這個球員本身這個身材 算是比較偏小之一點的 大概只有193公分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 你這邊可能真的是盡可能 你要讓他做一些可能 這個空間創投 或者是戰術的一個三分 這是讓他比較好打的一個做法 這是我個人對於這張卡片本身的這個感覺 好了我們今天影片的話就先來跟大家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再按下下方訂閱 並且還想到追求觀眾們 追蹤你的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